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我叫洛杰 今天我们在Brooks West Shore 学校 我想给你们建造我们的AB Program Coordinator 瑞莉 瑞莉,你好 你好,洛杰 瑞莉,你觉得学了IB Program 难? 都是相对而言的 就是对于同时期的BC课程的话 IB是难的 因为尤其是IB的11、12年级的课程 它是像是大学预科的那个等级 所以IB的确很难 但是学了IB以后 学生对于大学是准备会更为充分 Brooks West Shore 学校有ESL科 学生对于英语的学生 对,对于低年级来说 比如说八、九、十年级 我们是会开设 英语对于第二语言来说的学生 他们不会跟本地学生一块上英语课 因为对他们来说可能有点难 我们会开设一个新的课程 就是给他们单独的辅导 11、12年级的话 他们就是也是学English B 就英语B课程 有英语分A课程和B课程 是给本地学生学的 B课程是给国际学生学的 另外如果学生有需要的话 我们会有老师在课外 额外的时间辅导他的英语 嗯,很好 嗯, BC 德国的课程是什么? 哦,这个是 BC 毕业的证书 就是所有在 BC 高中毕业都会有一个文凭 嗯,很好 好,学生可以选择 就活的 IB Program 在 Diploma 对,是,就是 IBDP的话有两个不同的选择 一个是做 Diploma 学生 就是他会做所有的要求 然后这个学生毕业的话 会有一个 IBDP 的文凭 还会有一个 BC 的毕业文凭 这个就是 Dogwood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可以选择 他只修 IB 的个别课程 这样的话他没有 IB 的毕业证书 但是会有一个 BC 的毕业证书 嗯,也就是说 如果学生是选择 Diploma 这条路的话 他不需要做额外的东西 就可以获得 BC 的毕业证书 就是他有,同时有两个毕业证书 嗯,大多数学生 嗯,一般留去什么大学? 去大学吗? 我们的学生是在全球各地 他们有去澳洲,有加拿大本地 有去美国,有去英国 全球各地都会有 BB,谢谢你 不用客气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讲 IB 好的,谢谢